大家好,我是Mara,欢迎来到Mara的频道 今天还是会继续和大家分享运期的经验 如果今天您是处于运中期到运晚期的运妇 您肯定需要的是一张代产清单 我自己的版本也是总结了很多人的代产清单做出来的 这个版本非常的详细 所以我想把这个版本分享给大家,供大家参考 那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准备的一份非常详细的去医院的一个代产清单 那这里面的总共分为六大眉目 第一大是文件 第二大类是娱乐类 第三大类是个人用品类 第四大类是宝宝的物品 第五大类是哺乳类的用品 第六大类是其他的一些注意事项 这份清单非常的详细 是因为我结合了不同的版本的代产清单 然后做了一个大的一个综合 那当时呢 为了把这些所有东西集齐呢 我真的是带了满满三大箱的东西去了医院 后来我真的意识到这个东西带的太多了 所以呢 我会把这份清单的分享给大家 但是我建议大家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做减法 我也会带大家把每一样东西都过一遍 然后呢会以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就是哪些东西是必须要带的 哪些东西呢是最好带的 哪些东西是真的不需要去带的 那我们先看一下文件类的 BIRTH PLAN呢是有的医院需要 有的医院不需要 这个呢就是一份文件 你会在上面注明你希望是以什么样方式进行生产 你自己的食物方面有什么禁忌 然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但是有很多医院是不需要这样东西的 因为医院他会根据你的当时的情况随时进行调整 所以这样东西呢需要您跟您的医院进行确认 保险卡呢是必带的 钱包钱这也是必带的 驾照必带的 然后您的孩子的将来的儿科医生的信息也是必带的 Social Security Card必带 然后这样东西呢是要提醒大家 在宝宝出生之后的医院会给到您一些书面的文件 然后您会拿着医院去办你孩子的出生证明 社保卡等等 同时呢千万不要忘记尽快把孩子加入到您的保险的PLAN当兵去 这点呢您需要和您的雇主去确认 那么有的保险计划的是一个月的window period 有的保险计划的是两个月 但是呢越早越好 那再下来呢是准备一些方便记事的笔啊纸啊 那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个人小习惯了 娱乐类呢我只放了三样 手机充电器和耳机线 我知道有一些妈妈呢可能还会准备像书刊啊杂志啊 或者是爸爸们准备游戏机啊 我自己的个人经验呢实际上在医院的时间是很短暂的 因为生产完了之后呢 医院只是给到你一个一到两天的休息时间 就要出院了 而那个一到两天的时间呢 很多时候都是围着宝宝转 所以呢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带太多娱乐方面的东西 在个人用品这一块呢 这当中有很多东西就是要看您自己的一个个人需要了 那有的妈妈呢 她可能会想要做些按摩 那您就要带上按摩油 按摩霜 衣服这一块呢 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 虽然我带了过多的衣服去医院 那我现在想来的话呢 实际上在医院里面穿衣服呢 简单方便 穿和脱 然后舒适透气 这些呢都是最大的一个原则 那如果您自己有一些个人嗜好 比如说您想要在医院里面 拍一些美美的照片的话 那可能会需要多带一些衣服 不然的话呢 我觉得还是衣服以这个少带 然后方便为主 睡衣的话呢 我会建议带一套 医院的话呢 会提供您一套衣服 那我自己呢 带了一个我喜欢的品牌 然后是全眠的 非常的舒适 然后呢 吸汗也很好 那有一点要叮嘱大家的呢 是因为如果 比如说您是要选择无痛生产 那无痛生产需要你 从您的这个后背这个地方 去进行注射 所以您的睡衣呢 一定要方便穿脱 袜子呢 我建议您背上一到两双 脱鞋的话呢 我建议您一定要选择防滑脱鞋 因为实际上生产之后呢 产妇的身体是比较虚弱的 所以千万要注意不能摔倒 水瓶的话 我会建议带一下 毯子和枕头的话 您自己的产妇自己的话 医院是有 但是的话呢 您的随行的这个人员的话呢 他们也需要毯子啊 需要枕头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带上是有必要的 饮料和小食 那我自己当时呢 是用了 是点了医院的热餐 所以呢 我自己带的小食呢 后来是没有派上用场的 那我有朋友呢 是自己带了 比如说像这个素食的一些东西 像八宝粥之类的 因为他呢 吃不惯这个医院里面 比较偏西式的这样子的食物 所以呢这个就是要看您自己的个人需要了 牙刷 牙膏 头发 扎头发的东西 梳子 护肤用品 这些都是必带的 毛巾呢 实际上医院是有 但如果您不放心医院的毛巾的话呢 那您就得自己带了 洗浴的产品 洗发的产品 这两样东西的话也是 医院也会有 但是看您自己的个人需要 Hair dry 那我自己的个人经验是 我带的这个东西在实际上没用到 因为实际上生产之后呢 我是感到非常的虚弱 所以我是没有选择在医院洗头发的 所以呢这个东西也是看您的个人需要 阴部的这个喷雾剂 这个东西不要带 医院的话会给您提供一到两瓶 而且呢实际上最后呢 您可以根据医院给您提供的品牌呢 再自行购买 宝宝类的东西呢 当时我准备的真的有点过多了 事后呢 我才意识到原来医院里面 宝宝类的东西准备的非常的齐全 但有样东西是必带的呢 就是宝宝回到家 从医院回家的衣服一定要必带 那我会建议呢 一定要选择一些 比较方便穿脱的衣服 那我会建议选择合上衣 就是从全身裹 一直裹到脚胶这一块 那这样的衣服比较合适 然后呢也要选对型号 如果您想要多带的话呢 我会建议您可以带一个稍微可爱一点的 比如说像这个toto skirt这样 就是那种泡泡裙 在宝宝的那个身上围一下子 在宝宝比如说出生之后的第二天 如果您想在医院照一些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照片的话 那这样一个小东西呢就会派上用场了 宝宝的帽子不要戴 毯子也不要戴 口水晶也不要戴 percify我觉得也没有必要 尿布也不要戴 因为医院会根据宝宝的型号呢 选择合适宝宝的型号的料布 然后wipe不要戴 袜子也不用戴 sweat blanket也不要戴 因为医院的话会出生之后呢 医院的医生和护士 就会用他们备好的sweat的blanket 帮您的宝宝打好包 同时我个人也建议您在医院的时候呢 因为您的身体比较虚弱 所以要尽可能让护士去帮助您 losing bottle我自己是没有用上了 但是呢 如果不想要母乳喂养的妈妈 可能会需要用上这样东西 宝宝的洗澡精 毛巾 这两样呢 实际上呢也没有什么用处 我在医院的时候也没有用到 因为在医院的时候 第一次洗澡是由护士帮您做的 所以他们都会备好这些东西 然后宝宝的按摩油的话呢 我也带了 但实际上我也没有用到 哺乳类的东西呢 我准备的也比较全 那losing pads呢就是防易乳的这个垫子 小pads这个东西也不用带 因为实际上生完宝宝之后的前三天 您的那个这个乳汁的这个产量还没有那么大 所以其实用不上这个东西 但补乳的胸杖呢是有必要带的 nipple cream呢这个东西呢 您可以带上一支您自己喜欢的品牌 但实际上医院呢也会为您准备 如果您跟医院说 您的这个乳房有这个出涅的这个现象 有破损的这个现象 那么医生呢就会给到您一支 losing pillow呢这个东西很好用 我会建议带上它 因为我前面也说了 本身就是要推荐带上自己的这个枕头 所以有带这个东西的话 就不需要再带前面的我所提到的枕头了 傍乳器的话呢 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大 就要看您自己有没有需要 我自己是在医院的时候没有用到傍乳器的 因为是直接是轻胃 而且医院本身呢 如果您有需要 它也可以提供给您 所以这个就是要看您自己的想法了 disposable endis 就是可抛制的类裤 这个东西呢医院会提供给您 但您一定要提前备好 在家里提前备好 因为在产后的前四个礼拜 基本都是穿这个disposable的这个类裤的 最后呢还有些注意事项 就是您要提前和您的医院确定 有哪些东西是您需要带上的 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另外呢 因为现在是在冠状病毒的期间 所以各个医院的应该对访客都有一些限制 所以这个呢 也要跟医院提前确认好 有一点要提醒大家 因为您不知道您的孩子什么时候发动 可能是白天 可能是晚上 如果是在夜间发动的话呢 您就需要跟医院提前确认好 这个从哪个门进 有哪些注意事项 怎么才能进到医院 然后呢 千万不要忘记了 一定要在您的孕后期 比如说从36周 37周开始 就可以提前把宝宝的安全座椅给安装上 那这就是一张完全的我的这个代产清单 稍后呢 我也会把这张代产清单呢 分享到我的视频的评论区 或者是链接区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自行下载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意见的话呢 也可以给到我评论 然后欢迎大家给我各种反馈 那最后呢 也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张清单呢 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包括的东西呢 有点过于详细了 大家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呢 去做减法 如果您有自己的个人的喜好呢 也可以再适当增加您所需要的物品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您关注转发加评论 谢谢大家